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陳舒賢 我是薛頂泰 在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部分 如果你要睡覺之前 所看到數字的恐怖 你怕是對的 呈現是一個大跌的情況 其中包含在台積電身上 但是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畫面 在稻窮的部分 我們昨天是 應該說這兩天就留了一個伏筆 在美股的表現的話 小心如果一旦破低破底的情況之下的話 恐怕危機就來了 但是危機真的沒來嗎 還是說危機等在後頭了 我們來看到盤中形成是一個大跌 直接灌破一萬八千點 最後收盤來到一萬八千零九十八點 雖然收了一個下影線 還好收了下影線 如果沒收下影線 我們把紀錄線前打出來看一下 這個當然是在鼎開兄弟的傳承 來幫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這個稻窮的技術面 開始一些出現瑕疵了 因為一般來講我們 你看我們稻窮 稻窮這一段時間 就是維持在這地方繞啊繞 那就是在這個季線這個地方繞啊繞 那昨天跌破 事實上昨天也把前一段時間的 那個1799多 跌破了 都跌破了 那留一個很長的下影線 大家現在也說這沒有問題 我跟大家講 因為美國現在就是 這個情況大家都知道 其實為了總統大選 所以他一直想要撐住 可是有一點撐不住了 有一點撐不住了 那當然這個 這個當然影響亞洲股市 包括等一下開盤的亞洲股市 包括台股 那技術線型的破壞的話很簡單 只要三天之內 如果再破 18000 是 因為這個十字線就是變盤線 變盤之後是往上還往下 這個很有學問喔 但是我要強調 因為他在 他實在 你如果看到這個圖形 你會覺得是不是要往上 變盤往上呢 答案是錯 你把技術線型在 一直濃縮變小 他是在高檔 是 整體而言他是在高檔的 這個變盤十字線 連續兩根 通常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就是 大概連連續兩到三根的話 一直出現十字線 就是要擺明要變盤 那變盤是往下還是往上而已 大家注意這個 但是我說過 你從整體的稻窮 這個還在歷史高點附近的位置的話 往下的機會當然大增 這個就很重要了 是 因為就說到這邊的話 我們再來補充一下 廢半的部分 這個話題開始的話 其實像廢半 廢半盤中的低點 到最後收盤跌幅來到1.18個百分點 我們同樣把技術線型抓出來 看一下下 當然廢半裡頭的話 光台積電ADR一度暴跌 將近是有6%之多 聽起來也不是不錯 結果卻是這樣的一個走勢 我想台積電 這個法縮會會不會變法會 大家都在看 當然台積電 昨天台積電的法縮會 大家是認為比大力光好很多 比大力光好很多 可是 昨天也是因為台積電跌幅半才跌那麼重 跌那麼重 尾盤是靠美光由黑翻紅 把它拉上來的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件事說 台積電再怎麼樣收盤 還是跌的接近2.6% 接近3% 接近3% 我認為今天大家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們就以這兩個東西來觀察今天台股的影響力 第一個 大家不要忘了台積電如果跌個3%左右 這壓力就大了 台積電法說比大力光好 那大力光法人認為是應該要獲利了結 我昨天看了報道大部分都講要獲利了結 因為他不管他前三季加起來還比不過去年 還是比不過去年 而且他有嚴重的匯損 那產能最多是滿載而已 他又沒有擴產 大家的看法是這樣 所以而且這個大力光是在歷史比去年更高的股價 所以大家認為應該獲利了結 這兩個加起來 待會我們再把 再把那個 昨天外資好像早就 拼到怪怪的味道 期貨多當 給你砍1萬1千塊 來看 我們還是要從國際股市 因為我們這個禮拜跟在北中南都有活動 活動 就是說我們一個講座 那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打起精神來 有時候就是你轉類點 那他看到道雄的時日線不叫做變盤轉折嗎 那你變盤轉折轉得漂亮的話 你是大賺 因為這個 我說當然我們做空是沒有被課空 一路大賺 我們空單是一路大賺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我們很會空 全市場的老師都知道我很會空 我在這個市場上26年了 全市場 所有1萬點的高點我都空過 而且都大跌 我當年從1萬多點空到3000多點的時候 辦的演講會是來了3000多人 大家知道 所以市場上很怕真的跌 因為跌的話 大家就知道我的準確度相當高 可是你說指數還沒跌 我們的個股都是賺了五成六成的 來 那國際股市事實上昨天就是急拉尾盤 那歐洲股市也不好 歐洲股市也不好 那唯一就是說 早盤日圓看到103附近了 尾盤因為沒股 所以日圓很重要 那美元還在升值的 因為空到98大關一定會拉回 然後歐元是小升 但是你要注意到一個人民幣 人民幣昨天 這個中國大陸的出口相當差 昨天讓美國股市 之所以 之所以能夠 能夠掌聲上來的原因 就是我們知道就原油 原油本來早盤跌破50又上來 原油的部分 那人民幣 人民幣是 6.72了 出口又不好 然後昨天公布的出口跟進口是雙降的 兩個大幅衰退 大家一定要了解這個點 因為出口雙降的話 大概你進口也退的話 他們的進口 全市場都沒有人跟你說 中國大陸的進口如果衰退的話 他們的進口就是我們出口到他那邊的 畢竟這個中國大陸的 我們出口到全世界的話 我們出口在中國大陸的比重是超過四成 是四成 你說南向 緩不濟集 那今年以來大家都說出口轉正 上個月又開始轉附了 這個都要注意的 這個一定有原因的 我告訴你 你看這個上個月好不容易出口轉正 上個月我們的出口又轉附的話 一直認為說颱風天不對 你看中國大陸的出口 出口進口都退 可見這是有影響的 那一樣我們來看看 這個最主要是恐慌指數 一樣喔盤中它是大漲的啦 來到16.5慢慢 過了15就進入了風險區了 昨天國際股市大概是這樣變化不大 那一樣美國股市的話 昨天美國生技股市平盤 那一樣我們來看看個股的表現的話 也是平平啊 平平啊 這個美國股市因為 納斯達克還是跌的 那美國股市是讓大家都都是 普遍都是跌的 應用材料也開始跌了 這今年帶領廢棒長的 最近都開始一路再跌了 美光然後這個Tesla昨天還跌 Tesla剛好在 Tesla現在在手200 不過市場上越看越壞 大家把Tesla高盛 高盛把Tesla降頻之後 所以昨天 昨天包括我要跟大家講 你要留意一下幾個重點 我們待會講 核大的概念股 這個也跟開始開始在大跌了 它也是在核大的 核大的這個大概四成左右的營收的 那很多PII的什麼北極星 都大跌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 大家在講 這個汽車概念股 這個昨天盤中一路跌4%多 這已經開始跌了 測用電子 所以我們說最近在加空這個的原因 這些東西 投資朋友我們在這個禮拜的一個 待會你要同步看我們 我們跟大家提到的這個 待會你要看我們廣告 留意我們廣告當中活動的訊息 今天百一定不能錯過 尤其在中美國股市開始要變盤 昨天盤中1萬8都破了 我說今天台北股市 有可能會跌個百點 你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 台積電ADR重挫 廢半也大跌 然後大力光 法人認為 因為它本來就 法座就沒有台積電那麼好的 台積電都大跌了 那大力光法人認為 已經高檔了應該獲利了結 還有就是我們現在要跟大家講的 外資這一個部分 這一塊 的確這一塊的話 非常非常的關鍵 什麼意思呢 來看一下彎曲圈的一個最重的動態 台股漸洞正開始 彎曲圈真的不想玩了嗎 從四個角度出發 有股會齊全 股市的部分昨天賣超65億元 你如果覺得說賣超65的話不夠大 它是10月份以來最大的賣超 而選擇權的部分 賣權未平昌 將近來到83806口 買權的兩倍之多 再回頭來看到台子齊方面的話 多單減滿了1.1萬口 雖然還在8萬口這個多單的位置 新台幣更關鍵的新台幣 連續性都是一個重點 正是出現出走打算嗎 七天重點了4.3角 好我要跟大家講 我們看到選擇權這個 你說它空單是多單的兩倍 它昨天一口氣增加3萬口的put 3萬口的空單 所以我說這個大家一定要留意 那我們順便把這個台積電 台積電ADI就等於台積電 就等於台積電 昨天你看一個長黑棒 雖然它留下影線 不過你看整個技術線型也都破壞了 而且技術面來回補這個附近的缺口 大家就要注意了 來回補缺口了 那一旦來回補缺口 通常就表示高檔已經結束了 用這樣來做推論的話 就好像我們看到倒雄剛才那十字線的意思 大家就要小心了 所以今天我們待會會在下半場 跟大家更詳細的分析 我們先把這個鏡頭 再看我們的電腦圖表 你待會一定要留意我們廣告活動的資訊 人數非常的多 人數非常的多 如果你不趕快動作的話 聰明的人 你不會做空的等等 都一定要趕快跟我們做聯繫 我們來看亞洲股市 我們先來看一下亞古的行情 在亞洲市場方面的話 在今天結果日經開盤 看起來瞬間開始小低盤之後 馬上開始有些拉高 但是拉高只微幅度 彈升了0.25個百分點 上漲的42大點 再來看一下 在韓國股市部分的話 也是一樣 結果是一個瞬間形成 是一個拉高的情況 彈幅在0.63個百分點 我們先休息一下 回到節目上 繼續鎖定行情的觀察 好 社貿易館特價上市 三多葉黃素雙重配方 ACE心系外在保護力 DHA內在保護力 三多精斬花葉黃素 別讓益生菌餓死 請用國家認證三多膳食纖維 別讓益生菌餓死 請用國家認證三多膳食纖維 好 它是一層 它是一層 你真的愛它 西伊利床墊 太合金彈簧 創新採用 西伊利中年慶 購買指釘床墊 送高級床架 西伊利 台北家具中年慶 萬款秋冬新品 世貿儀館 特價上市 小姐 要下車動作快一點 我骨子疏鬆 蓋子流失 骨頭疲亂 手腳無力了 那還不簡單 吃大熊丸就好了 我們這個年紀啊 身體照顧好才重要 你說是什麼 紅心大熊丸啊 吃大熊丸就對了啦 南港一半假 有心就有家 超級花園 完美落成 千品度假花園 自備90萬許買房 盤裝好 全民輕鬆有家 超級花園 好 剛剛所看到 在整個台北股市部分的話 從四個角度出發 外資圈的話 股會齊全 擔心是一個 廝殺了一個局面 那麼接下來 請鼎太宇部分的話 進一步的觀察重點 好 我們看到亞洲股市 現在是在座小反彈 反彈 那日本小反彈 那這個 韓國因為昨天重挫 是 昨天這幾天韓國都在重挫 因為跌身反彈 那今天啊 不管怎麼樣 我認為今天 不太妙 亞股 台股是不太妙 因為等到開反後 大家就比較清楚了 那我為什麼提到 就是說 大家注意到最近的訊息裡面 大陸的 進出口的問題 我剛才已經跟大家講 他已經這個出口 進出口雙降了 那造成這個 他進口 進口就是我們出口 所以我們也擔心說 接下來的這個 這GDC本面 會大幅的一個縮減 剛才已經跟大家講 其貨的多單 外資也是雙空 這個我要講 是他這個大增的 三萬口的空單 那事實上 我們慢慢的來 來做一個體會的話 這個禮拜 到下個禮拜 變成全世界 包括財報的公布 美國財報的公布 目前我們說 這個 這個第一棒 叫做美國旅月 已經連續兩三天在重挫 昨天都還在跌 那重挫 我跟大家講 美國旅月事實上 它就是有一種指標性的 比如說這一季度的 美國財報 因為再加上美元的升值 你看大力光也都有 強力的會損 那美國企業也是如此 那我說過 導致朋友 要賺錢 卡住要賣 不要怕 我知道投資朋友做空會怕 老師指著那個指數說 老師指數你沒漏了對不對 可是你股票會跌得很慘 這個就大家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你會發現說 市場的老師 全部都在講期貨 不講個股 因為沒辦法說 最近這一些主力大會 又針對 針對市場上 大家老師講的那些 股票在做對錯 這是我聽到的消息 當然 僅說你參考 所以大家都應該知道 了解一下 好 那我資訊分享 那這個一樣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就是明天跟後天 一樣 從地雷股 你要扣要扣這個 我沒有做多 所以你要扣要扣 閃過這個 空這個 那目前地雷股 就會就從我們熱身 這個一路引爆 如果我們用轉折 來大家做 在指數這一塊 我說我們 我很少在店上講指數 最主要是因為 市場上都很扯 你看那個那個 大家都在講指數 不敢講個股 因為他們死多頭 只能講指數而已 我說我們做空一定 你看你要堅持做空 不忽多忽空 我是真的去做空的 去做融券放空的 我不是指著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股票說 你看我早就叫你賣了 那個不叫空 我那個不叫空 你不要被迷糊 你叫你賣了 我們看他路 你就要把它放空 就是做融券放空 我說過我才跟 跟投資人在笑說 我沒有 我沒有那麼 空就空了 早就叫你賣了 沒有那麼 水準沒那麼低 你怕怕怎麼會中 對不對 沒有那些事情 所以這禮拜來 再看看這幾個 那禮拜 禮拜六跟禮拜天 中立台北 高雄屏東 把握我們活動這幾個地方 就這準備 國際股市準備要大變盤 今天盤中會很精采 因為大家看到亞洲股市好像 沒有跌的小漲 你注意看 因為台積電還是外資的命脈 ADR跌了兩三趴 盤中跌了六趴 絕對非同小可 好我認為今天 今天今天開始的台股 第一個美國持續還是在跌 第二個 外資奇先或大賣 然後大力光 法人建議是逢高獲利出 逢高獲利了解 那台積電ADR是中錯的 所以我說 現在開始台北股市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注意的 我們先來看看樂森 樂森引爆的這個 這個還沒引爆完 還沒引爆完 我說樂森現在 大家都怪這個交易所 你怎麼可以把它變成全額交割 這個答案是錯的 因為這個我說實在 這是觀念問題 因為他必須照張行事 他本質就不好 這個月月底的話 如果那筆帳沒有進來的話 事情就大條了 主力開始在慢慢的一直測一直錯 那等就等外資測 可是外資會不會測 台幣等等之類都是現象之一 他引爆的地雷呢 我跟大家講 我手上有一檔到兩檔 就是讓你 我們賣國廟都要了解一下 你想要攤平 不然不用這樣 我給你一檔兩檔 你把它扛下去 反正你都要攤平了 你給它空下去 對不對 那很快你就能夠 這個 你快速嘛 你賠了三成的話呢 我給你的空單 一下子讓你掉了三四成 不是已經回來了嗎 想想我講的 沒什麼不敢的 沒有 投資者都說我不敢空 股票沒有那個不敢空的這一句話 股票哪有天天漲 台北股市每次上萬點 後來都跌到兩三千點 你沒看過嗎 是不是 股票哪有 你現在九千多點 你到萬點的空間有多少 根本沒有什麼空 因為基本面那麼差 美國又要升息 你想也知道 對不對 公公我講說你不敢空 股票股票股市一定有多頭一定有空 你怎麼可以說這只有多頭呢 那你這邏輯上 不管你做股票做 做越久輸越多 多頭賺沒有一些小孩 空頭都在土頭 還在等解套 對 那你把它反向來做 全市長真的賺大錢都是空方 這麼多年我認識的 包括什麼西立媽媽 都是很會做空的 你把這個觀念繞一下 好 你看我們的操盤軟體 我這次順便給大家 你說老師你講這個熱身 我跟你講他的觀念不是 以他暴跌的時候 是他早就不對了 早就在九十幾塊 九十幾塊 九十幾塊 你們看九十幾塊的時候 早就不對了 操盤軟體早就跟你講 反正我做空 這檔股票也是今年 我說我從來不做多熱身 我熱身只做空 你說反正這個 這是因為榮振回要回補 因為他除全息 這裡再空也是到現在 到現在 你看這個是觀念問題 在觀念問題 那我們順便跟大家講 熱身他引爆的下一檔地雷 地雷在哪裡 勝利 勝利也是 這個是我一定要跟大家講的觀念 我們做空怎麼空 空回補拉高再空 再回補 因為這個一定要 我要跟大家講 這裡一定要回補 因為他也是除全息 除完全息之後繼續空 再疊一段 再回補 回補我近期跟大家講 我跟你講 全世界的相關的車用 營收都在大幅衰退 因為美國車市已經告一個段落 七年的多頭 你把我講的話 把網路上去打 你就知道了 這網路上都有 那一樣 這在空 在空就等他下來 等他下來 機會很大 當然這檔股票 我們空單就賺了五成六成 五成六成 那你說老師 五成六成不多 你要記得 100塊的股票 掉到30塊是掉了七成 那30塊要去到100塊 要去四倍三倍 三倍四倍 你一定要觀念要弄清楚 那我覺得這個股票也是高融資 然後打死不退 股價不太對勁 那這個趨勢 我說我要介紹是這兩條線 我最近跟大家介紹 技術面都是兩條線 這兩條線 一旦破的話都沒得救 這兩條線 第一個是第一關卡 第二關卡破的話就沒得救 第二關卡破的話你去開始先測量 測量的時候 你都還有空間 那這個再破的話 大測量就來了 所以做空是要有方法的 你要有技術面的觀念 技術面的觀念 你看你不小心這個叫碩天 一樣兩條線 第一關破 第二關再破沒得救 開始暴跌 你看他從130幾塊 現在變91塊 才幾天的時間而已 你不要覺得很奇怪 那這個浩鼎也是 美國的生技股 全世界的生技股 現在正在崩盤大跌當中 你注意看喔 像這種就是標準的技術面 你技術面做得好的話 這樣全世界不要再玩那什麼KDRSI的啦 連指數都不適用了啦 那個循環指標是很難用的 Ii這麼說 移動平均線的扣底 唉唷 我說這個很難用 因為全世界沒有在 全世界最常用就是 你把量架結構的技術線 你把它畫好 你看為什麼跌到這裡 你測量之後跌到這裡差不多了 當它突破 這一個突破這裡 這個就是起漲 這個就是啊 這個就是什麼啦 這個這個觸底翻 破底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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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三這個破底翻翻 這個是一個多頭上來 那你看再做一個技術面 你看最近又差不多了 兩個都業務破了 兩個大部分 這個就要來探 探這個破的話 這個這個技術面 就要再拉遠一點 就變成一個更大的頭部了 這個關聯東外部全錯 我們還是一向以來就說 投資朋友我不知道你怎麼想喔 如果你想做空 你也知道很多投資朋友都知道不對勁了 都知道不對勁了 有一個投資朋友買那個單景 買了七十七塊 現在只剩二三十塊 那他跟我講說 老師我做空都弄了錢 那時候奇怪 他做空怎麼 第一個不太會空都空錯股 第二個呢 他要怕 空五十塊的股票啊 五十塊半啊 就怕了停損回補掉了 因為你 因為我們不可能空到最高點 你空五十塊 五十塊半就趕快停損掉了 我看他單景啊 七十幾塊變二三十塊 他還在爆 我經常在會場跟同志朋友講說 你如果發覺自己不適合做股票的話 就不要做 股市哪有只有多頭沒有空頭的 你自己想都知道不合邏輯喔 所以我這樣同志朋友 如果你理念相同 你可以跟著我們來 跟著我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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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不會做我就教你做 我們慢慢來 你是有機會的 國標起庭啊 哪裡有只有多頭 沒有空頭 那是不合邏輯的 你想就知道我在講什麼了 我還是要跟大家講觀念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禮拜 為什麼跟大家提到說 這禮拜很重要 投資朋友這禮拜很重要 這禮拜 來 那麼我有地雷股給你 而且我說過一檔兩檔就好了 你就馬上翻身了 來 中壢台中 高雄屏東 這是我們活動的劇區 這市場的講座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剛好遇到美國要變盤 才爆地雷全部出來了 我要教你怎麼空 教你怎麼快速的獲利 大家都聽過做空賺的快 好 這也是我們之前空的 你看我說過 連鎖反應嘛 連壓也跌 坊涵跌 它怎麼可能不跌 它終於萊收大摔退 頭部行程第二關也破了 接下來第二關也破 你看它之前來到這也都很會彈 看就不太會彈 比如說這個 這個股票情況都很差了 連咖克是大家熟知的IC設計 我在等它這裡怎麼破 因為外資降頻都已經把它降到這個底下來了 那因為美國最近在疊這個廢伴 就是主疊IC設計 凝聚也是一樣 凝聚也是一樣 這個啊 說讓利 讓利給華映 這個消息裡面 我們早就掌握到了 你看 這頭部出來了 頭部出來了 頭部出來了 那這個 當然我說過 這裡還有個第二關卡 第二關卡正在這邊做測試 還有呢 我在跟大家講 車用啊 真的要小心啊 這個我再等他 因為第二關卡 第一關卡 第二關卡都破了 第三關卡是大關卡 看他怎麼會 來到這裡相信 可能會小反彈 但是如果直接破的話 就很危險了 Tesla昨天也不好 最近一直在走200而已 我昨天跟大家講 武豐將即將 這個3662的熱升 鴻升 等等之類的 勝利都一直引爆 這些地雷股的一個出現 那你看武豐會不會 也是也是賠錢的公司 都根本沒有賺什麼錢的公司 那澎湖的公投的話 這個博弈公投應該 因為我們 我們總統都反對了嘛 你就算公投過的話 你還是要送到立法院去 立法院的話也不會過 你想就知道了 所以以後是再說 像這營收大衰退的話 這個地方剛好是一個空點 當然很多 我們來介紹幾檔高檔下來的 這個叫翔碩 我們來看一下 5269 翔碩在軟體上 今天出現什麼架構 再出現什麼架構 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翔碩 翔碩你看 你用操盤軟體的話可以從低檔 低檔賺一大段 這是180 這是180 你有沒有看箭頭站 這是180 180你可以玩到280 然後昨天起跌 然後這一起跌的話 指標跟你講說 反手做空 來照到這裡來一下 反手做空 你一個超好的操盤軟體的話 那我們的操盤軟體一大早 你就知道國際股市 點點滴滴 美光 Tesla 全世界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操盤軟體都有 你看這個多棒 都有 恐慌指數 黑天鵝指數 什麼都都有 這才是完整的操盤軟體 然後搭配指標的轉強轉弱 你說這個是非常棒的 我們再來看看 上銀 上銀也是 我為什麼提到這裡 這種都是第一個階段頭部剛形成的 要來測試第二道關卡 第二道關卡 那因為前面 因為前面在已經形成一個多方 這不能否認 可是當它頭部形成的話 那前面這一個高點 會形成 未來形成一個大頭部 這未來在跟大家講 所以我說 觀念的問題 說這支架 不然說真骨 骨厚 第二關卡 第二關破了 這邊真骨厚 美綠也是 突破趕快追 死了 這個未來變成假突破 假突破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說 觀念的問題 看這個紅碩也是一樣 紅碩也是一樣 都是一個即將要進入 第二個階段的下跌的 所以你是很有機會的 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 這個禮拜 時間有限 你趕快利用我們廣告當中的訊息 來 這個禮拜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 人很多了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能夠來 因為我們絕對有好東西 中立台中 高雄屏東 那你任何這個時間點 跟我們詢問一下 你就知道了 再次跟大家講 我們前一段時間 都是五層 三層在 還有更多的 已經我們沒有辦法擺上去 我們有七號跟八號 利用這個時間點 就用這個禮拜的這個演講 來跟大家好好地提示一下 這些讓你翻身 讓你知道大方向在哪裡 你最後還是跟大家講 同志朋友 歡迎座輝來探集 歡迎座輝來探集 一樣 請你留意我們廣告當中 活動的訊息 空方現在才開始 是你大賺的開始 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鼎太兄 鼎太兄除了剛剛提醒的 關鍵性的訊息之外 也要提醒大家 10點10分再度上線連線 感謝收看 我們繼續守定 我們繼續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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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守住